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周老伯 我是文 我們今天要來帶大家 做百合海鷗號一日遊 好,那我們第一站來吃早餐 就吃豐州的Roast Dog 這早餐感覺還蠻休閒的 大家還蠻悠哉的 我買的是Span口味的三米 是分量還蠻雜的 我點的是奶油吐司 它奶油給的量很高耶 吃起來超爽的 這大北的阿鐵仔才340塊 然後加上我的Sandwich大概500多 加起來花過一千,真的蠻便宜的 吃完早餐,我們就在豐州的La La Ho 附近晃晃看看海吧 吃完早餐,在這附近的公園走走晃晃 消化一下看看海 我們逛完了之後 要朝第一站 豐州出發 現在要來買今天的一日圈 可以選中文繁體 然後一日票 820塊 第二站我們來到新豐州的Team Lab 一張票價是3200日幣 Team Lab Planets 是以生靈其境 Body Immersive為概念 由四個巨大的作品空間 共計七項作品所組成的 可置身於水中參觀的美術館 我們大概花了一個小時 看這精采的Team Lab 接下來就吃中餐囉 我們現在到了 新豐州的下一站市場前 然後我們要到豐州市場吃吃看生魚片 豐州市場重新開幕於2018年10月 有許多從竹地市場搬遷而來的知名壽司店 坐落於此 中午就吃豐州市場裡面的壽司 京 來到東京一定要試試看這種 坐在吧台前 看著壽司師傅一罐一罐現場製作的壽司 在這裡即使不是排隊名店 也不容易踩雷 套餐的價格約在3500到5000日幣 接下來下一站先往Telecom Center 我們現在來到了Telecom Center站 那這邊我們推薦兩個地方 一個是日本科學未來館 以及大江戶溫泉物語 日本科學未來館有點像台中的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適合親子同遊看看有趣的科學知識 這邊有個很大像地球的數位裝置 然後每天會不定期播放一天喔 這裡是大江戶溫泉物語 它是一個仿江戶時代的溫泉園區 它裡面也有提供餐點 可以在這裡玩上一整天 我們現在到了海廠站 海廠站附近有不少購物中心 像是Aqua City Dex 往鋼彈的方向前進還有Diver City 那我們現在要走去海廠最著名的鋼彈 你覺得台廠這邊啊 你推薦大家大概什麼時間點來最好 我覺得其實海廠一整天來都還不錯 但是如果想避開人潮的話 那我覺得晚上的時候最棒的地方 好 看完鋼彈之後 大約步行12分鐘可以到 調色盤正大摩天輪 一張票1000元日幣 我們現在帶大家上來做這個摩天輪 看看海廠的景色喔 好啦 看完鋼彈也逛完商場了 最後我們就帶大家去海邊逛逛吧 那後面就是台廠知名的彩虹橋啦 那走到這邊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建議到沙山上去走走逛逛 也建議待到黃昏的時刻可以看一下夕陽 那我們逛完沙山之後呢 台廠就正式結束啦 我們現在要去最後一站 新橋吃晚餐 我們現在來到新橋啦 那新橋這邊因為上班族很多 所以這裡有很多居酒屋跟餐 適合晚上來這邊吃晚餐 晚餐我們來吃串燒的店 Yakitori Center 這家店雖然是連鎖 但我吃過幾家它的味道都還不錯 而且還蠻公平的 然後吃這個雞乾 哇 它那個是醬燒的 所以醬甜甜的 然後皮脆脆的 裡面烤的也非常的嫩 合格 以上就是這次百合海鵝號精采行程啦 我是包伯 吃完 我們下次見 掰掰